把握暑假的尾声 不妨来参加艺术饗宴 做开学前的准备 由南风剧团经营管理的 建军跨域基地 将首度举办风靡国外的 面具剧场体验活动 不但邀请泰国艺术家 演艺充满异国风情的面具舞蹈 还有最受大小朋友欢迎的 文创世纪饗宴 陪您欢度暑假最后一个周末 迎接即将登场的 面具剧场艺术节 建军跨域基地工作人员 忙着彩绘各式面具图案 不论是国剧脸谱的 生蛋寂寞丑 还是威风凛凛的家将 当表演者戴上面具之后 将透过肢体律动融入角色 引领观众进入 剧场故事的情境中 他那个戴起来的时候 动作就开始要有 那个家将的味道 那就要三八一点 其实在国外很多 是面具剧场 尤其是传统的剧场里面 他们是应用身体跟脸谱 然后结合在一起 你就可以看出这是鬼神 或是他是什么样的角色 但是在台湾很少 这次面具节艺术活动 从即日起到八月底为止 主办单位除了办理工作方 课程邀请泰国艺术家 现场表演之外 还邀请许多广受年轻朋友 喜爱的美食三轮车 和艺术家同场现役 透过美食和文创手工艺品 为美好的暑假画上据点 这次市集非常多 而且吃得好多 而且超好吃的 还有艺术家呢 他们也会用他们自己 最擅长的一些手工艺 比如说皮雕也会来展示 或是金工也会来 还有一些平面的绘画 当然我最爱的是 最喜欢的是 这边有一些的世界艺术家 他们的创作作品 也跟着一起展示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面具剧场体验活动 报名课程才一开放 就受到民众热情的反应 让主办单位 感受到艺术生根的成果 也欢迎更多喜爱 自由创作的艺术伙伴 加入工作室的行列 用缤纷活泼的艺术色彩 活化基地空间 记者李嘉隆 黄莱均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